晚安你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8月21日星期五的天下新闻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晚 前副总统拜登是正式接受了党内的提名 在他政治生扬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演讲当中 拜登将自己树立为光明的盟友 要带领美国走出黑暗的一章 而在拜登接受提名之前 总统特朗普也率先做出了攻击 形容如果拜登当总统的话 美国街道将会血迹斑斑 拜登在演讲中抨击了特朗普的政策 指特朗普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总统 也拒绝担任美国的领导人 不仅专注在怪罪其他人 还与全球其他的独裁者建立紧密关系 拜登还批评特朗普 热衷于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情绪 不过在25分钟的演讲中 拜登更将重点放在如何带领人民和国家 回到正常状态 他还说这场竞选不仅仅要赢得选票 还要赢回美国的核心价值以及国家灵魂 他形容11月的大选将会是一场人格选举 拜登鼓励民众要放弃恐惧选择希望 拒绝谎言选择事实 摒弃特权选择公平 拜登在昨晚的演讲中还谈到了父亲给他的启蒙 以及自己失去妻子女儿和儿子的惨痛经历 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有同情心 体面和鼓舞人心的形象 外界此前担心左翼候选人桑德斯退选之后 拜登能否成功拉拢桑德斯的支持者 但出席这次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发言者 并没有借此故意向左翼招手 也没有做太多政治宣誓 有分析指 拜登对拉拢左翼支持者有信心 认为自己不是特朗普就可以 就在拜登正式接受提名的前几个小时 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 也毫不收敛地对他的竞选对手发起了攻势 特朗普指拜登出卖美国 还剥夺美国人的工作 又指在拜登的领导下 犯罪率将会暴增 城市街道将会血迹斑斑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落下帷幕之后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会马上在下周一登场 届时总统特朗普计划打破传统 在四天的大会上进行四场演讲 并最终在白宫宣布接受共和党提名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